苗栗县大湖酒庄前台三县的两旁都是热门的草莓观光柴果区 但是路旁人行道因为这路数树跟浮起撑破了扑面 造成人行专道是崎岖不平 大湖乡公所获得了银建树补助 展开改善工程重做扑面 让民众好走也可以推展观光 大湖酒庄前台三县省道路段是大湖乡重要草莓观光柴果区 也是民众游览市区的散布洞线 可以说是大湖乡的门面 但是道路两旁的人行专道却是崎岖不平破损不堪 不仅有碍市容观瞻也影响民众通行 大湖乡公所积极提报台三县环市观光步道改善计划 获得内政部营建署补助1530多万 加上公所配合款近2000万元 设计后现在已经发包施工中 多年私修了 然后这个富兰很老旧了 走路都是被那个树都长到那个两边 前任乡长胡良妹姐姐 他就给内政部营建署 提报这个我们台三县观光步道改善计划 然后在去年的4月11号 然后就核定 工程施工范围从台三县超商开始到湖中桥之间的人行道 大约800公尺 现在已经刨除旧有人行道的设施 预计12月底前完工 完工之前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然后走内段路的人也要特别小心 随着人行道未来铺设完成更新路面 还给民众好走的空间 也有助于促进市区观光活动的推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